啊 干嘛呢 我没想到 我来试试 没回啊 嗯 他底下就会显示一个已毒 但是他从来基本上不回我 为什么呢 我很好奇 我平常也不太爱表达 然后比较内向 当时喜欢他就这状态吗 我们俩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就在一场朋友聚会上认识着 当时玩游戏 我们俩总被粉配到一波 一来二回的呢 也就熟了 后来假了伪信慢慢地聊天啊 最后又确立了关系 就当时觉得他吧 挺文静的 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随着这时间的推移 感觉他这个文静呢 有点过头了 不是 他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表达 还是后来慢慢地 变得话越来越少 就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 行的 平常不是也要一起出去啊 买东西什么的 那个时候他的话多吗 那个时候的话 也不算太多 基本上都是我在说 那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 有什么爱好吗 我们俩 谈了一年多了 他喜欢玩什么干什么 甚至连他吃什么 我都不是特别清楚 为啥 因为他从来也不跟我说 就好比我们俩如果处于光剑 问他你吃这个吗 你喝那个吗 他最多也只会回复一句 还行也行 都行挺你的 没有自己的主见 就这东西买回来了 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也不会表达 也不会多跟我说几句 那你会给他送礼物 怎么选呢 就是你像那种 女生喜欢的小兔子啊 姓黛露 也会给他自己做 自己是手工聘上的 送完之后吧 他反馈给我的心细 既不是那种不开心 也不是那种开心 所以让我特别的纳闷头疼 不是 你收到礼物的时候 怎么想 姑娘 就还挺喜欢的吧 那你就说个 我挺喜欢不行吗 为啥不说话呢 就说了喜欢 就俩字 嗯 你有闺蜜吗 有 跟闺蜜也这样 跟闺蜜 稍微好一点吧 我的天哪 你跟他 我后来又送了他 那个 现在网络上比较流行 那个暴力熊嘛 都赚好了会发广 还有盒什么的 送给他 他还是跟之前的表现 也都一样 你也看不出来他 就是永远处编 不惊是不是那种 对 就你送什么的都是 挺好 再问一句 好的 是这样吗 姑娘 嗯 差不多 嗯 差不多 哎呀 这个 怎么回事 这孩子 不是 不是